崔永元开丝范冰冰,还在用阴阳合同避税。这里有高级税务管理方法。 近日,崔永元爆料范冰冰四天6000万天价片酬,并采用阴阳合同避税,疑似揭露演艺圈名媛税务规划前规则。 该事件刷屏多日,引发各界关注。 据央视新闻最新消息,针对近日网上反映有关顶世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税问题,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。 由于放冰冰工作室注册地在无锡,无锡市冰湖区地水局目前已经进入调查取证。 根据领航海外掌握的公开信息,阴阳合同,一般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同一事项定立两份以上的内容不相同的合同。 一份对内,一份对外,其中对外的一份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,而是以逃避国家顺收段为目的,对内的一份则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,可以是书面或口头。 阴阳合同是一种违规行为,在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的同时,也预示着风险。 各行各地通过阴阳合同偷税漏税大有人在,但这种方式存在很大风险,一旦证据确凿,那税人将有可能触犯刑罚。 阴阴阳合同进行税务规划的方式风险极高,而且有刘晓庆等名人因偷税漏税廊当入狱的案例在前,如今很多大资产人士都选择一种更高级,合法的税务管理方式,海外身份。 以演艺圈里对知名夫妻为例,他们在几年前办理了圣基茨护照,并在圣基茨开设离岸公司。 夫妻二人每年绝大多数的影视广告收入均打入圣基茨离岸公司账户。 根据圣基茨顺收政策,在圣基茨以外地区产生的收入和利润,无需在圣基茨缴纳所得税,由此合理进行税务管理。 目前获得圣基茨身份的方式有三种,可选择捐款15万美金,或20万美金起购买分市产权,或40万美金起购买圣基茨房产,净花费最低只需40多万人民币。 无论选择何种方式,均可三个月内一步到位获得圣基茨护照,满足税务管理,资产配置,就读国际学校,免签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,包括英国、欧盟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,的需求。 加勒比地区的格林纳达护照在实现高级别的税务管理之外,还有资格申请美国一二投资者签证,这是市场上任何护照项目都无法匹敌的优势。 而被受定级富豪欢迎的欧盟护照,如塞普路斯护照,马尔卡护照能帮助投资人和子女圆梦在美、英、家、澳等大国长期居住的需求, 并且可以在32个欧洲国家任意居住、工作、学习和生活,与当地人同等福利待遇,子孙后代世世代代拥有欧盟的广阔平台。